在結婚前幾天,她還跟我說很怕我當日不會出現 我現在在你面前 她很怕會苦苦等待在這裡 我心想誰這麼傻 給我這麼多錢都不出現 2016年12月,Phoebe的爺爺因病入院 Ricky當時是爺爺的護士 彈彈之間知道Ricky喜歡行山、露營、旅遊等等 引起了Phoebe的注意 兩天之後,Phoebe再去探爺爺的時候 偷偷拍了Ricky一張照片給今天的伴娘看 Phoebe也將自己的電話號碼給了Ricky 以方便知道爺爺的最新情況 但Phoebe不知道的是 Ricky其實在同一天都拍了Phoebe的照片給了伴郎看 這個可以說是比電影的割情更加巧合 認識你之前 我人生裡面已經有三個很疼我 對我很重要的男人 第一個是Daddy 第二個是爺爺 第三個是弟弟 因為爺爺我認識你 而雖然Daddy今天不可以親手把我交給你 我都很幸福地有弟弟和媽媽陪著我 走到你面前 而最幸福的是 有他們三個之外 我再遇到你 掛墓 走到你三個月 走到你 也不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影片 但是我现在知道这对手出现的是为了你 为了满足你无穷无尊,古灵精怪的想法 而我,以后都会为了你,将你的想法一一实现在你面前 我本身喜欢独自旅游,但是自从认识了你之后,我觉得是无可能 因为没有了你在身边,我就不会再享受身边的一切 所以以后,无论去到哪里,我都会拖着你,一起去探索 多谢你今天真是无走路 我希望无论我们未来追求的生活是怎样,大家会有怎样的改变 在努力追求理想的时候,我们都会永远记住要抱着对方 因为抱着对方就什么都不怕 而且无论将来是怎样,只要可以抱着对方就已经够 爱不只是一个感觉,真正的true love是一个选择 我希望你知道,今天和将来的每一天,我都会选择你